今天是2021年,我们在DesignCon Conference 现在我们在St. Jose Convention Center 今年虽然受疫情影响,但是我们Enferno还是在DesignCon建立了我们的boost 想让大家看我们的最新的发展 你现在在的是Enferno SSIO的boost 那么我现在会过一下我们这个SSIO产品线 并且highlight一些我们的亮点 那么首先我们这个SSIO的产品基本上会跟踪这个业界的标准 主要是PCI-SIG跟JEDEC 那么在PCI-SIG里面,Chem Connect是FollowChem的Spec 那么现在来说协会已经Close了 已经完成了这个Gen5的标准 那么我们也已经把Gen5的产品完全产验化 那么现在我们的工程已经在研发那个下一代Gen6 我们也跟这个协会在合作做Gen6的这个研发 那么另外一个产品也是从PCI-SIG出来的 就是M.2 Connect 主要用在这个Module SSD跟Wireless的应用 那么在这个产品线协会还没有完全把标准定下来 那么已经有了一个提前的Peliminate的标准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标准呢 我们已经True了这个Gen5的8.5个毫米高的那个产品 那么为什么我们去True这个8.5的毫米呢 是因为8.5的毫米是比较高 但到Connect比较高的时候呢 就SI就会比较确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overcome这个碰难 再把8.5的标准 8.5的产品完成的话 那以后其他的高度就应该就会比较努力 那么另外一个产品也是从PCI-SIG协会过来 那应该就是U.2 那么U.2其实也可以用在SaaS、SATA或者U.3的应用 那么现在协会呢 刚刚开始-5的研发 我们也跟协会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在合作 那么进行-5的研发 我们已经有一款-5的8639 那个True的 那么我们根据这一款 我们能够测试那个SI的性能 然后来做其他的 再扩展其他的这个变化 除了这个PCI-SIG 我们也跟踪那个JEDEC的协会 那么JEDEC的协会主要是memory的应用 那么在内存应用上面来说 主要有两款 一个是SO-DIM 一个是普通的DDR 那么DDR-4、DDR-5 那么DDR-Socket来说 我们都已经tool了 因为协会也把那个DDR-5的标准完全定了下来 那么我们为了帮助在系统厂商我们的客户应用的时候 这个有改善这个空气流通来把Cold down这个Module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Socket上面的改动 那么比如说是把这个Housing改得更小一点 那么把这个Latch改得更小一点 所以让空气可以流通得更顺畅 那么这样容易Cold down这个Module 那么SO-DIM来说呢 我们看到这个协会呢 还没有把这个Spec完全定下来 主要是Performance的Standard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 我们已经tool了一些 但是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个协会最终的标准 会进行一些这个改动 那么以上就是我一个简单的介绍 对产品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 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谢谢